你要问我能不能称佛 你不必问别人 问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想称佛 真想称佛 哪有不可能的事情 大臣教里面 佛常说 一切法从心想身 真的 心想什么就现身 这个话 如果我们听懂了 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我们会这么想 我们念念想阿弥陀佛 念念想极乐世界 想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现身 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自己就相应 正如同中风禅寺所说的 我信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信 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十二了 一切 正念当中 这是第一正念 又可云 能修者 即 事行 是佛 之佛 俗修者 即 事行 作佛 之佛 这两个佛 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要把它搞清楚 事行是佛 是自信 自信 就是佛 佛 就是自信 所以从自信上来说 世尊 在华言经上 讲的最多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个一切众生 不仅仅是恶人 每个人都是佛 不分男女老少 平复 贵 都是一样的 那佛说众生 众生 这两个字的本意 众元 众元 活活 而生起的现象 叫众生 那动物是众元 活活 植物也是众元 活活 旷物 还是众元 众元 活活 包括山河大地 花草树木 没有一样 不是佛 这叫世心 是佛了 为什么 整个宇宙 一切万法 为心所现 为师所变 那心既然是佛 哪一样不是佛呢 这就是本来是佛 世心是佛 本来是佛 虽然本来是佛呢 我们迷了 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自信 就叫众生 就叫凡复了 凡复跟佛 没差别 迷雾不同 凡复求悟 就成佛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下面这个 世心做佛了 这是凡复回头了 我现在要做佛了 所以 这个世心做佛 治佛了 那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想做佛 是不是真的成佛了 真的 问题 就是这个因练心 它不能持久 现在在天津 在文法 这个心不错 我发心做佛 可是下面一个念头呢 它又堕落到凡复去了 问题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 现在做佛的心 要永远保持 那它这个 这个佛跟前面 是先是佛了 就相应了 就合成一个了 那你就真的成佛了 这个话 不是开玩笑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你要问 我能不能成佛 你不必问别人 问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想成佛 真想成佛 哪有不可能的事情 大臣教里面 佛常说 一切法从心想身 真的 心想什么 就信什么 这个话 如果我们听懂了 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我们会这么想 我们念念想阿弥陀佛 念念想极乐世界 想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限制 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自己就相应 正如同中风禅寺所说的 我信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信 我跟阿弥陀佛 是一不十二 一切 正念当中 这是第一正念 那你要问 这想多久 我才能变成阿弥陀佛 弥陀佛经上说的非常具体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到若七日 古来祖师大德告诉我 上根 立志 一天就成就 顿根 烈根 裂根的人 七天也能成就 那你想七天还没成就 那经上说的话算不算话呢 经上说算数 但是那个七有年终解释 一个是你是数目字 那就七天 另外一个字是标法的 那标什么法呢 七代表圆满 七是什么意思 东南西北 上下当中 这叫七 这是圆满 那圆满了 这个 这个数目就不一定了 可是一般说起来 我们从四项上去看 你从往生传上去看 从净土身心路上去看 自古至今 专念阿弥陀佛的 他念多久啊 他能够 日之时至 自在往生 绝大多数是三年 那这个三年就是七日 七代表圆满 他太圆满了 三年还不够的话 说五年肯定成就 真的不费太多的时间 问题就是你专一 要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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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佛不难了 万云放下 一心专注 我们深信 每个人 绝不超过三年 极乐世界就取得了 真正取得的时候 如果这个世界 还需要你 需要你干什么 需要你多带几个众生 到极乐世界去 帮助阿弥陀佛 借引众生 你跟众生有缘 众生相信你 众生愿意听你的 这就是有缘 如果你成就了 念佛往生 就愿成就了 没有缘 舍佛的人很多 大家不相信你的话 不听你劝告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走了 你度化众生的功德 就算是圆满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 棋是个很活泼的 这个字 它不是 不是一个矮板 那么就是 实现做佛之佛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神 现在这个妄想心 前面实现 那是真一心 这个心是妄想 阿 利 陀 佛 阿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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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